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理節目 我是黃德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賞過月傳食 今晚有這樣的機會 今晚在大概六點鐘左右 月光就開始出來 並且處於月食的情況 到六點五十五分 就是食肖的階段 即是月傳食的時候 而到九點三十五分 整個月食的過程就會終止 在月傳食的時候 即是食肖的時候 月光不會完全消失 並且會呈現一個暗紅色的情況 就像如途所見 這張照片是在2011年12月10日 所拍攝到的月傳食的面貌 回到本地的情況 今早的氣溫都比較涼 普遍例介乎19度至24度左右 衛星運動上面可以看到 由於我們受到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華南運暗來說的運量是相當少的 我們看遠一點 到西北太平洋上面有個熱帶氣旋系統 它有名叫黃蜂 可以看到黃蜂是一個發展得相當成熟的熱帶氣旋 風雲是清晰可見 我們預計黃蜂會採取一個向西或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它是會橫過西北太平洋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方面 日間是天晴乾燥 晚上是部份時間會多云 氣溫方面最高氣溫會上升至29度左右 而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風勢是間中清淨 透過這個雲量的預報圖都可以看到 未來一兩天由於繼續受到東北風影響 天晰方面都是一個頗好的情況 因此展望 未來一兩天天晰方面 就是大智天晴和天氣乾燥 最後也提提大家 如果今晚大家是外出觀賞月蜀時 由於今晚天晰方面會多一些雲 雲和雲中間是會有納毀的 有機會見到月光 外出時天氣涼了很多 記得要穿外套 天氣報告到此為止